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出访中国在台湾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更传出有蓝营名代气的扬言要退党 喊话要投奔民众党 侍逢悠悠卡20岁的生日记者会上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邀请到了两位前市长马英九还有郝龙斌同台 马英九首度表态说 强调和对岸六年没有往来 不应该把所有的发言权压在美国身上 而郝龙斌则缓加 希望夏立言的行程公开 更要向中国表达反对军演的立场 能够站在这里拿这个牌子要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 骄傲关键时刻 唯独郝龙斌手上空荡荡小尴尬 悠悠卡20岁生日记者会长达一小时45分钟 三位台北前后任市长马浩科同台 拍照拍不完 郝龙斌一度戴上口罩想走 总统克市长好 建设市长学董修总你们留步吗 却又被主持人cue回来 第二次马科拱手说拜拜 居然还没结束 加上来宾介绍一堆人致辞 柯市长终于开始打瞌睡 那今天看到他会不会干的 不会了不会了 有互动啊 我没有打招呼啊 活动进行中间 其实也并不适合做聊天 郝龙斌柯文哲 两人几乎离互动 只有马前总统 站在两人中间轮流聊天 两岸之间呢 有一些友谊的互动 不是一天到晚骂来骂去 致辞忍不住 再提两岸紧绷情势 却正逢国民党副主席 夏立言访问中国 引发轩然大波 甚至传出燃银基层 名带不满 酝酿出走 干脆投奔民众党 我们跟大陆差不多有六年 完全没有往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能够把所有的发言权 都放在美国那边 夏副主席访问大陆这件事情 关键是在让所有的行程 公开透明 做了什么事 谈了什么话 得到什么成果 必须让全台民众知道 共机绕台 甚至对台军演这件事情 应该要反映这件事情 国民党如今后院失货 蓝营另一位副主席 满缓甲 就怕国民党青年军 真的跳船 白色力量影响年底选情 接下来我们讲 高子尧调报道